日前网络热传中科院院士 北京积水潭医院原院长田伟夫妇被抓 田伟被吓得大小便失禁 据传抄家用了六个多小时 抄出财产达几亿人民币 据网传聊天截图 有一次知情人爆料 田伟夫妇晚上被当地纪委监委留置 两人被戴上手铐带走 田伟当场尿裤子 被戴上车后大小便失禁 纪委人员连夜去他家拿裤子 第二天早上又去他家取了几身换洗衣服 爆料还说 抄家从晚上6点50分持续到凌晨2点06分 除去中间吃饭和休息的一个小时 总计耗时6个多小时 收获颇丰 超出现金 债券 存折 共计三四个亿 该消息一度在大陆社交媒体热传 但目前已被封杀 在微博平台搜索不到相关内容 抖音也在屏蔽相关视频 但在搜索栏 还能看到多个相关的搜索记录 记者在抖音搜索时 偶尔还能看到刚刚发布不久的视频 但转眼就有消失不见 消息传到海外Apps平台上 有网友提到当年央视专访田伟的报道标题 一心向党 嘲讽这是他追随共产党的下场 还有人认为 中共财政紧张 这是打着反腐旗号搞另类的打土豪 分田地完成财产收割 也有网友说混到田伟这个位置 贪腐肯定不止三四亿 只三四亿 肯定打了折扣 乘以十倍还差不多 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虽然并非中共正式官员 但在体制内享受腹部级待遇 近年来 先后已有多名工程院院士落马被查 田伟曾任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 拥有工程院院士 中国脊柱外科专家 积水潭医院首席科学家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等众多头衔 2020年8月 田伟悄悄卸任积水潭医院院长 但仍在医院出诊 去年以来 中共展开所谓的医疗反腐 时评人士认为 当局此举一来可收买人心 二来借机收割财产 填补财政窟窿 这不冬风吵火了吗 还有这么大火 咋回事啊 来了好几辆消防车 希望人平安无事吧 还损失不少钱 请不吝点赞 蓝套辱华地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